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4日星期日 我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在美国上市 以及在中国被中国网信办通美调查 这件事情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呢 在中国很火 这不用我说 对吧 它在中国呢 大约是占了80%的市场份额呀 这是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呀 但是呢 它也在疫情期间 主要是2020年的时候呢 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它的损失呢 超过10亿 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看到那个是16亿还是19亿 超过10亿 反正是 现在呢 很需要钱啊 所以现在呢 就到美国来上市 6月30号的时候到美国头一天上市 其开得胜啊 其开得胜啊 6月30号在美国上市之后呢 一共融资说是有44亿美元 上市第一天 市值呢 为684.9亿美元 但是因为呢 美国这个周末是一个长周末 所以它这个交易呢 就只持续了两天 那在这个两天的过程当中 它的股价呢 倒没怎么涨 它的开盘是14美元 然后呢 它的收盘也就只增了1% 我看了一下呢 它是30号上市 1号的时候呢 开盘是15块6 收盘是14块1毛4 它一天当中的这个浮动呢 是从14块1毛到18块1分 是在这个期间 那滴滴打车到美国来上市啊 这是继2014年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以来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规模最大的一次 也是最新的一家 利用繁荣的美国股市获利的一个中国公司 我们就知道呢 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对中国到美国上市的公司呢 就进行打压 美国的监管机关就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 进行严格的审查 尽管是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是有大量的中国公司呢 到美国来上市 就今年上半年以来 就有29家中国的企业到美国通过IPO来筹资 总量呢 已经达到了76亿美元啊 按说呢 滴滴打车 现在到美国又开辟一个市场 应该是前景非常的看好 但是呢 最近几天 他却受到了中国官方的一个障碍 这是一个什么障碍呢 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中国的网信办 发了一个通告 说接到网民的举报 说滴滴打车呢 他们通过滴滴打车的这个软件 收集用户的信息 然后呢 把这个用户的信息提供给了美国 那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中国的网信办说呢 对此进行立案调查 那就在同一天 滴滴打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那个股价呢 就大幅的受挫 大幅的下跌 当天就下跌了5%啊 使得滴滴打车在中国的这个市值大为缩水 那第二天的时候呢 滴滴打车的副总裁 就赶紧出来通过微博等途径进行灭火 说这个滴滴打车呢 根本就没有通美国 说滴滴打车呢 和其他的中国企业一样 那他们的服务器呢 都是在中国境内的 丝毫没有通美国的这种可能性 然后呢 说 除了配合中国政府的调查以外 他们也保留对举报者这种不实举报的法律权利 换句话说呢 他们就会起诉举报他的人 换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举报是不实的 他们是很有信心的要起诉他们 同时呢 分析人士也表示了担忧 因为像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对滴滴打车一定是有影响的 那当天他的股票就下跌了5% 这个调查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了的话呢 对滴滴打车的影响很大 同时呢 也会影响到他在美国的这个上市 因为他在美国是刚刚上市嘛 就会给他造成一个出师不利 我在这儿呢 就想插一句 因为这个周末呀 是美国的长周末 他的股市是不开盘的 等他长周末以后呢 会重新开盘 他也一定会受到中国的这个调查情况的影响 他这股价呢 应该是上不去 这对于炒股的朋友呢 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我都琢磨着要买点美国股市的这个滴滴的股票 趁他这个股价还没有涨上去 好 这是题外话 然后呢 再说回来 这个滴滴打车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调查 那中国政府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宣布调查 星期六的时候呢 起码两次就到滴滴打车公司来 找他们进行核实情况 中国政府呢 也能够理解 像滴滴打车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对他进行调查 如果旷日持久的话呢 对滴滴打车会造成这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 中国政府呢 在今天 也就是当地时间星期天7月4号的时候呢 在一个周末就把这件事情呢 给他结束了 今天就公布了调查的结果 但是很不幸 调查的结果呢 中国网信办就是说呢 接到了举报之后 对滴滴打车的这个APP呢 进行了检测核实 发现滴滴打车的这个软件呢 确实存在着数据 使用不当的这种行为 这种问题 所以决定下架滴滴打车APP 要求滴滴打车进行整改 但是呢 滴滴打车没有停止运行 还在运行 就是原有的这些用户呢 仍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来轿车 但是呢 如果之前不是客户的话 现在就不能再下载这个APP了 因为这个APP呢 已经下架了 那这个滴滴打车呢 表示会配合政府 但是呢 再一次强调说呢 和美国之间不存在这种数据输送的问题 但是呢 我看到有报道说呀 这个举报一方 除了说这个用户数据可能是输送给了美国以外 有可能是道路数据也输送给了美国 那以下呢 就是我所看到的 关于滴滴打车 这一次在中国被调查的这个内容 他到底有没有给美国输送数据呢 中国的官方并没有说 中国官方呢 只是说 他的数据的收集和运用有问题 我考虑呢 他很有可能 这个滴滴打车呢 是不会把这些数据输送给美国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这就是通敌呀 这就是间谍呀 对不对 这个罪过可大了去了 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做 作为中国的一个企业来说 但是 这些数据呢 确实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风险 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呢 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 我们回忆一下 那前一段时间呢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特斯拉这个汽车 特斯拉的汽车呢 中国的这些军队大院 包括家属院 都不准特斯拉的汽车进入 还有呢 国家机关一些敏感机构 都不准特斯拉进入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汽车 它所到之处 它都收集这些数据啊 那你要收集这些数据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 对中国一些敏感单位 敏感地区的数据泄漏啊 对不对 那这滴滴打车 他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也同样存在啊 他凡是在你这个汽车 他在不停的收集数据的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啊 那你要是军队大院里面的人 也用滴滴打车来打车呢 那如果是那些敏感部门 比如说我们的导弹设计师 对吧 他们也用滴滴打车来打车呢 那滴滴这个车来了以后 他就收集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很敏感的数据啊 虽然说滴滴打车说呢 他们没有和美国进行分享这些数据 他没有向美国输出这些数据 他的这些数据呢 都在中国的服务器上 但是美国会不会那些间谍系统 美国会不会有那黑客的软件 来黑入滴滴打车的服务器呢 来截取这些数据呢 中国为什么说他这个APP是存在风险的 并没有说这个滴滴打车 它是通敌通美 但是呢只是说他存在风险 有可能就是我说的这个 他存在这些风险 需要进行整改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危险 现在美国和中国呢 等于说就是针锋相对 美国对中国防的是非常的严密 对不对 他们能想到的 但凡他觉得说有可能的 他就会制裁 那中国不得不小心呢 现在黑客呢是很严重的 有的时候黑客他黑入你的系统以后 神不知鬼不觉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呢他就把你的数据 全都给你调走了 我一直说这种虚拟世界里面 他偷了你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不留痕迹的 不是说这实物的东西 说给你偷了 你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 你发现你这个东西不见了 然后就是被偷了 这种电子的东西 对不对 我看我的电脑里面 我这些照片都还在呀 但是不代表着 没被别人复制一份拿走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很危险的 美国不是一直都对这个 非常小心吗 他很害怕呀 他除了怕被监听被监视 他还怕窃取啊 对不对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说呢 美国这两天 他们又再次受到了 那个勒索黑客的攻击 他应该就是前天的时候 他有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是提供这个软件服务的 他有八千多个客户 提供这些服务 这些客户呢 用他这个软件 如果受到袭击的话呢 还可以用他有一个工具 可以用那个工具来抵御这个病毒 但是现在他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被这个黑客 黑入之后 首先他这个软件 他就不好使了 他就黑了 他这个八千多个客户的系统 然后他整个的这个系统呢 全部都瘫痪 然后呢 你这八千多个客户 想复原的话 想消除这个病毒的话呢 发现呢消除病毒那个工具 也被捣毁了 就不存在了 现在美国政府啊 拜登非常气烦 前天的时候 拜登就是说 昨天他会去这个公司 来查看这件事情 会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他关注没有用了 现在他们又指出来呢 说这一次的这个黑客呢 还是俄罗斯的公司干的 怀疑呢 还是上一次肉连厂的 那个黑客公司干的 也就是说呢 这都是俄罗斯干的 这是他们说啊 美国就指控呢 这都是俄罗斯干的 我们还记得呢 16号 拜登和普京两人见面的时候呢 拜登就质问这个普京 说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黑客 黑到你们的公司里面 把你们的输油管线 把你们的肉连厂 全都给你们搞瘫痪了 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说 你美国问这话 好像你是小白兔似的 对吧 你不想想 你把人家伊朗制裁了 你把人家 委内瑞拉制裁了 委内瑞拉伊朗 这都是躺在金山上的国家呀 对不对 如果说别人把你制裁了 你的钱都不能动 你也不能买医 你也不能买药 你自己国家的医疗 衣食住行 全都瘫痪了 你会怎么想 你还问别人 对不对 你不是一直都是搞破坏的吗 现在滴滴打车 他们的数据 不排除 让美国通过这种 黑客的手段 已经给他窃取了 美国的间谍 对中国的破坏 对中国的渗透 肯定是无孔不入的 这是肯定的 现在这种网络时代 真的是很危险 你的这个服务器放在中国 你认为就安全了吗 他说不可能安全的 你美国的那些公司的服务器 不都在美国吗 照样是被黑客攻击啊 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太阳风的大规模的 那个黑客攻击 对吧 有的那公司和美国政府 都不知道自己被黑了 我不知道 被黑了 发现自己被黑了 然后是否丢失了东西 也不知道 中国得特别小心 滴滴打车的这件事情呢 应该说是一个警钟吧 或者说呢 是一个开始 是中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开始 不知道是不是 美国窃取中国的信息的一个开始 是不是美国攻击中国的网络公司的一个开始 是不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开战的一个开始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观点 未经许可明 感谢观看